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今年的A系晶片的终于获得更新。自从iPhone4的苹果自研A4晶片开始,A系晶片都在一起领先的制程、先进的架构以及越来越好的效能表现,征服着行动SoC领域。 其中有不少经典制作,让其他处理器望尘莫及。 今年的例行更新中,A17也如约而至。 iPhone15 Pro系列首发的采用了台积电N3工艺的A17 Pro晶片。 这也是苹果第一次在A系晶片中使用Pro后缀。 那么这款Pro的SoC Pro在哪里呢? 第一款采用300米制程的晶片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 对比前几代产品,A17 Pro有什么创新的亮点呢? 从苹果给出来的简单微架构来看,A15、A16,甚至是最新的A17 Pro三者微架构上的改变并不算多。 主架构仍是二大效能核心加四效能效核心,五至六个GPU核心,以及16个神经网路引擎,大致上三者的变化并不大。 通过对A17 Pro、A16与A15三者规格的对比。 从工艺来看,A15采用的是N5P工艺,而A16虽然同样是5奈米,但是其密度更高,所以称之为N4P。 A17 Pro则采用了全新的N3制程,因此其内部的电晶体数量也上升到了190亿。 而其他的规格由于讯息仍未公开,所以我们目前也很难了解到。 但是,GPU增加一核心,神经网路算力提升到35TOPS,内置USB3控制器,以及支持AV1解码这些亮点优势也是较为明显的。 所以,A17 Pro提升亮点就是,GPU增加一核心,达到6个GPU核心数量,效能提升20%,同时,A17 Pro还支持光线追踪技术,是上代A16的4倍效能。 而CPU核心数量,同为2加4混合核心的组合,为我们带来了10%效能提升。 最强的,其实是神经网路NPU这方面,同样是16个核心,但效能提升却是200%,看来苹果低调地把神经网路引擎效能提升上去了。 苹果官方证实了,较早前网路上就已经流传,A17 SoC将会是采用台积电300米制成的晶片。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了解到,这A17 Pro用的是N3B工艺,还是最新升级的N3E工艺,量品率更好。 但话重点是,苹果占据了绝大部分台积电300米制成的初期订单,其中包括未来的M3晶片。 那300米制成有何优势呢? 根据外媒Anatec早期整理的台积电制成对比表来看,N3相比N5在同功耗情况下,能带来10%至15%效能。 在相同的频率下,功耗能降低25%至30%,能耗比提升还是相当明显。 同时,在同一个晶片物理面积的情况下,N3相比N5电晶体密度提升1.7倍,也意味着同面积下可以容纳下更多的电晶体数量。 工艺带来的提升往往就是电晶体数量的增加。 相比A16的160亿,A17 Pro电晶体数量为190亿,只增加30亿,其实还真不算太多。 毕竟A17 Pro增加的功能亮点可不少呢。 当然,苹果不会与灰达一样提供详细的核心图、架构图之类的,常规化地解释了每个SoC中带有什么样的功能模块,每个功能模块作用与提升多大。 核心方面提升较为明显的是,两个效能核心提升了10%,当然也有细微核心优化与改进。 而四个能将核心被定义为超高能奖的行动处理器,这部分主要仍是工艺带来的能耗比提升为主。 因此,苹果强调了能效核心的效能功耗比竞争对手高三倍。 至于竞争对手是高通还是哪家的,这里就不过分解读。 A17 Pro神经网络算力提升到了35TOPS是相当夸张的。 要知道,同样是16核心的A16神经网络算力只有17TOPS,两倍提升还真的相当的夸张。 但从电晶体数量来说,两倍的提升应该是从单元架构层面上的。 若不然同单元架构情况下,提高比很难能够获得两倍效能提升。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媒体以及影片平台支持AV1格式, A17 Pro内置了AV1影片的硬体解码器。 这也与之前的AVFondation框架相相应。 这样我们iOS系统中就具备AV1硬解码能力。 手机就能直播硬解播放AV1格式影片。 不单是处理器的型号,A17 Pro带上Pro,其GPU单元也是Pro级别GPU的命名方式。 虽然说这有一部分的营销因素在内,但是A17 Pro处理器中的GPU效能提升是实在的。 6个GPU核心20%效能提升。 而这部分的提升相信同样是工艺进步以及核心数量带来的,以使得其能效比提升。 A17 Pro处理器中,GPU的另外一个提升是加入了网格着色器, 以及更强的光线追踪能力4倍于A16处理器。 如苹果官方展示的内容一样,硬体支持光线追踪技术能带来更高的流畅度, 进一步提升游戏体验。 尽管提升巨大,但根据博主小白测评实测,在1080P曼哈顿3.1L屏测试场景下, 苹果A17 Pro是204FPS,功耗是9.8W。 对手高通骁龙8 Gen2在相同场景下,实测220FPS,功耗是7.5。 毫无疑问,苹果A17 ProGPU能耗比不及骁龙8 Gen2。 在王者荣耀机制六十阵模式下,苹果A17 Pro实测功耗是3.0B6。 相比安卓阵营的骁龙8 Gen2和天机9200加,也没有什么优势。 博主数码闲聊站指出,10月发表的高通骁龙8 Gen3在GPU方面的能效表现将会碾压苹果A17 Pro。 当然了,苹果A17 Pro的优势在于CPU效能,其Geekbench又多核成绩,超过了7500分,远远高于安卓阵营的骁龙8 Gen2和联发科天机9200加。 总体来看,A17 Pro这次比较吸引各位数码玩家的内置USB3控制器,这比单纯的更换物理Type-C接口来得更为意义重大, 使GBPS的传输速度,或者会成为更多内容制作者喜欢的生产力工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充电功率能达到什么样级别的? 之前CRL为PD18W,那么现在USB3之后或者30W以上不是梦? 其他方面,神经网络单元的翻倍提升将会成为未来苹果在行动处理器的图像处理,光线追踪, 以及未来的AI运算中占据比较大优势。 因此,A17 Pro这个可以说是苹果自研晶片的另外一个起点, 但CPU与GPU部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先进的台积电300米工艺带来的提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